大家好,欢迎来到零点娱乐资讯,近几年来的网剧凭借其脑洞大开的另类剧情和演员们的精湛演技,不仅越来越是网友们的喜爱,好评率也是与日剧增,那么,接下来大家就快随小编来看一下最新出炉的网评六大穿越网剧之最,都有哪些网剧上榜了吧,排名不飞先后哦。 颤抖吧,阿布,这部被无数网友称之为脑袋大开之最奇葩的穿越网剧,独门穿越方式,外星人到地球园,这部剧可以说汇聚了穿越,二次元,服装,科幻,面炼,窄斗,关斗,搞笑等多个时下最流行的元素,一开播就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和追剧狂潮。 太子飞生直剧,这部被称之为脑袋大开之最狗屑的穿越网剧,独门穿越方式,男人到女人,这部网剧被无数网友戏称有毒,看了就停不下来,就算熬夜也要看完。 双势重飞,这部被称之为脑袋大开之最常见的穿越网剧,独门穿越方式,现代到古代,虽说穿越方式并无稀奇之处,不过盛在剧情引人入圣,除了男女主的高原职,爆笑的剧情和人物设定,再加上随时随地的洒狗粮,一上线就成为了暑期档的当红炸子鸡,很多网友甚至直呼要看第二季。 极品嘉宾,这部网剧被无数网友点赛为,够极品,够奇葩,够狗屑,够套路,够搞笑,陈鹤更是把一个现代帅哥到古代去做妖耍剑的戏码发挥到了极致,虽说画风清奇,满屏尬情,但却让观众看得欲罢不能。 拐个皇帝回现代,这部被称之为脑袋大开之最搞笑的穿越网剧,独门穿越方式,用双弱拙反穿,这部剧更被网友戏称,没有最神经,只有更神经,简单来说, 就是现代女部流神穿越到了古代,然后把皇帝带到现代中的故事,虽然道具略显廉价,但是却依然让观众看得乐此不彼。 寻找前世之旅,这部被称之为脑袋大开之最韧性的穿越网剧,独门穿越方式,你想穿哪就穿哪,独家看点,吃恋,虐恋,三角恋,激情,爱情,失声情,可以说让看剧的戏民们构足了穿越影,随时随地地穿越,分分钟挑战你的脑洞极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